在這裡平均每15個家庭 共用一根水管 1400人共用一間廁所 每天供水的時間只有3個小時 惡劣的生活環境 讓我們難以想像 這個國家的擁擠和混亂 只能用瘋狂來形容 車陣中是廢氣 牛肺 苦臭 以及汗水的綜合味道 所以就像這個巷子 真的有夠小的 我們必須要彎身 然後才可以工作 這段路程 我們只走了短短3分鐘 但卻已經經過5000戶 高達上萬個平民們的家 天真的孩子 開心地向我們揮手 但是一些上了學的青少年 卻知道住在平民窟 並非光彩 西元前3000年 印度和流域出現人類城市遺址 那是最古老的印度文明 70年前 印度脫離大英帝國的統治而獨立 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隨著西方強權的摔落 這個古老文明大國 再度崛起 在漫長的歲月中 印度見證了人類史上重大興衰 它的出現是不可思議的傳奇 而下一代 仍然堅守他們先人的歸屬 並且傳承著那歌頌數千年的古老傳說 《四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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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的生命历史中 人类的篇幅 是短暂的 而且多数都被遗忘在 时间的长河里 只有印度 保留了记忆的线索 并且从未间断 月光市集是印度最古老的市场 现在也是南亚最大的 批发集散地 1650年由蒙尔王朝的皇帝所建造 当时这里就是主要街道 而到了400年之后的今天 现在依旧维持当年的繁华和忙碌 而且全部都使用人力 根据印度的古老传说 最早的人类诞生于众神之王的金蛋岭 当然现代科学没有那么浪漫失忆 但也已经证实 在七八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才从非洲迈出第一步 他们沿着阿拉伯海岸 来到南印度 马上就被这里的富饶所吸引 在他们之中 有一些人就留了下来 他们是最早的印度人 而地球上所有的人类 除了非洲一之外 都是这些移民者的后裔 印度是真正的母亲 作为古印度的历代首都 以及古老贸易的极要城市 德里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众多渔迹 从希腊人到蒙古人 之后是欧洲列强 印度的历史 就像一本被外服的侵略史 1947年 甘地带领着印度人民 终于脱离英国长达200年的 殖民统治独立成功 印度如今的人口 和中国一样超过了13亿 但却住在只有约 三分之一的领土上 这个国家的拥挤和混乱 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车队中是废气 牛粪 土臭 以及汗水的综合味道 但挡在我们眼前的 不光是塞满人车的道路 还有一条横跨千年的阶级 与平复横沟 达拉维是印度最大 也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 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 相当于台北大安森林公园 10个大小的面积 但却是梦满150万人口 安身立命的家园 在这里平均每15个家庭 共用一根水管 1400人共用一间厕所 每天供水的时间 只有3个小时 恶劣的生活环境 让我们难以想象 但这里却是给那些 身无分文的平民 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幸福吧 这是在沯尔沙里? 是的 我的名字是 Denis 我来自识与生存在 我仍然存在沙里 我是迷走的 这两个少年 留下了 我的家族的 are from Rajasthan 他们到了尚内 2030年 Venich 23歲 來自印度西部的沙漠之邦 那裡文盲的比例高達4成 但他卻說得一口流利英文 so you were from here Yes yes so I born up and brought up here I like the slum the reason is 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to learn here Lots of 100% employment and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people are educated 所以你被教育了? 是的 所以我們有學校嗎? 是的 我們有學校 我們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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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聽到很多 罪人 或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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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發生了很多年 在1980年 人們不覺得 我感覺到這裡安全 達拉維貧民窟 原本是一大片沼澤 隨著水被排乾 變成一塊新的陸地 覆不起城市房租的新移民 19世紀晚期 開始擁見 小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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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小食堂 辦公園 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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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來 Creature 有背景 他們用髮剪刀 而且更多 來自印度各地的百萬平民 就像鼎歷史一樣 就此落地深耕 幾十年下來 成為亞洲最大的平民窟 如果你搜尋它 或搜尋它 這個森林會像一個艘船 圈圈圈圈圈 所以我們有最好的地方 這就是個很小的地方 你會見到這裡 大概是一個地方 所以我會帶你們去我的地方 給你們看 有什麼事情 所以我會帶你們去我的地方 我會帶你們去你的地方 然後我就會帶你們去那裡 這就是個小的地方 這就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找到在一陣子裡 有一個小的地方 空間裡的 所以人們住在裡面嗎 你可以看到這個空間實在太小了 Oh my god 你也在這裡面有什麼鏡頭 OK OK 好 現在就看到這個巷子 真的有夠小的 我們必須要彎身 然後才可以動作 OK 要小心頭 超過5000個家庭都在這裡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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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這麼狹窄的巷子 現在有5000個家庭都在這裡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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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 qual 多少一點 好 是 不行 蜿蜒 狹窄 陰暗 巷弄小道無法兩個人同時通過 而這裡 竟然就是Denis 和其他平民出生 並且成長了幾十年的地方 這裡很像一個米少人 這個就是門牌 可以看到每一戶都住得非常近 非常的融解 Denis,他就在這個環境裡面長大 OK,小心頭 天真的孩子開心地向我們揮手 但是一些上了學的青少年卻知道 住在平民窟並非光彩 這段路程我們只走了短短三分鐘 但卻已經經過五千戶 高達上萬個平民們的家 這位是我的樓盤 哦,第二樓盤 對 下樓盤 小心在樓盤 OK 小心 OK 這是你的位置嗎 這是我的位置 我帶我來這裡 看看這個位置 OK OK 所以你從這裡 是的 是這個 是這個屋子 這是一個電視 這是一個廁所 這是一個洗手間 這是一個洗手間 這是一個電視器 這是一個平衡的地方 這是一個平衡的地方 所以我們 是一個平衡的地方 是一個平衡的地方 對 大概是兩瓶大 大概是兩瓶大 這個就是我老兄弟 所以你們兩三個住在這裡 是的 所以我們幾個家庭联盟 每年我們有三個家庭的地方 我母親和兄弟 所以多少呢 錢是5千Rupies per month 5千Rupies per month 為一個小間座 約租5000魯比 相當於台幣2500元 貧民窟和孟滿市區 動輒好幾萬的月租相比 的確評價 但Denish和哥哥都已经长大 这个窝实在太小 Denish的梦想大房 其实并不遥远 就在距离达拉维平民窟 车程不到30分钟的梦买富豪区 梦里是梦买的银行家 她和太太以及一对儿女 刚刚搬进这栋豪宅里 请问问多大 这是买的银行家 这是买的银行家 这是一个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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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厨房 所以你有多少屋里有 5 5屋里 5屋里 这是一个厨房 这是一个厨房 这是客房 客房 非常棒的景色 对 130平大的居住空间 恐怕是Denish这辈子 想都没想过的景象 这是一个厨房 这是一个厨房 在梦买的地方 可以问问 您的房间价钱吗 大概2.5至3万 2.5至3万 我们买它很便宜 在监制中 我们赔了200万 最大厨房 慕莉投资有道 十年前买进 已经涨了十几倍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 最新公布的资料 梦买是全球最昂贵的房地产 仅次于香港 有很多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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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地产 一半的地产 一半的地产 一半 高楼层的阳台景观 视野所及 是碧蓝湖水 和绿地公园 但那一大片 土灰色的屋顶住宅 依旧会进入眼帘 只是对木铃来说 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显示你这个楼梯 这是一个水 这是佛兰 这是我们的树 你能看到两个鱼 这是水 这是水 这是水盛 水 什么时候 每天 水盛 每天三小时 六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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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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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 好 你能够烧 你能够烧 hing 好 你能够烧 你能够烧 三个工程 平民窟多处的空间都对放了垃圾 但也就是这些垃圾 让平民们能维持生计 甚至发展出回收产业 加工后的商品 还出口到全球各地 一年产值竟然高达200亿台币 under高达300-400亿台 如果他继续留在周年 他继续会5,000亿台币 这就是最低热的成本 5,000亿台币